楼市下调令按揭风险下降 香港金管局14年 2009年 来首度放宽住宅 及非住宅的按揭乘数 及适用楼价上限 包括为1,500万元以下 自用住宅重新引入七成按揭阶梯 以及调高适用的楼价上限 案政公司也同步调整按揭保险计划 增加市民置业的灵活度 以改善居住环境 新措施下 同样买1,000万元的自用住宅 非按揭下七成按揭只需300万元首期 较以前减少200万元 为需留意 每月供款 最低入息要求及压力测试的金额 亦大增40% 若市民的收入不变 放宽按揭也不可能买到1,500万元的楼 金管局总裁于伟民 昨日傍晚宣布五项调整 亦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 包括调整自用住宅物业最高按揭乘数 楼价1,500万元以下 可乘做七成按揭 楼价1,500万至3,000万元物业 最高按揭上调至六成 而3,000万元或以上维持不变 然而出租物业之案 揭乘数上限 则维持不变 而对比调整前 过去1,000万元或以下自用住宅 或最多可借六成 1,000万元或以上最多可借五成 而非住宅物业、工商物业 最高按揭乘数由五成上调至六成 将以资产水平审批按揭 住宅或非住宅都会由四成调整至五成 余伟文指出 上述调整属于2009年推出逆周期措施以来 首次放宽针对住宅的逆周期措施 强调银行体系仍然有能力面对挑战 余伟文认为 政策目标是维持银行体系稳健 相关调整不会对银行稳定有风险 认为1,500万元的界线 既可保障银行体系风险可控 又可让置业者有更灵活的置业安排 市民置业时可成做较高乘数的按揭贷款 他指出 措施主要针对自住物业 而非自住物业不会有调整 被问及相关措施是否属大都阔府 他表示指示考虑楼市变化 认为目前利率环境改变大 与极低息情况已有所不同 又指目前高息环境已有一段时间 他又指出 近一年息口上升急速 住宅楼价开始调整 虽然今年初开始出现反弹 但截至6月底 住宅楼价已较2021年楼价高位下挫13% 至于非住宅物业 情况也累近 如写自楼教2018年至2019年高位 累跌20% 供下则跌8% 商铺累跌17% 考虑到以上物业出现的调整 故认为时次有空间调整 亦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作在网至 也回应这次放宽楼市 亦周期措施 指这次微调按揭安排 让市民 在手致或换楼城做按揭时 实际需要缴付的首期负担可略为减轻 其需购买按揭保险的部分亦略减 因而减低了市民 需缴付的按保保险费开支 此外按保公司亦会为首次置业 自用人士提供保费特为 就1500万元或以下的物业 豁免其按揭贷款首5%的保费 至于压益炒卖及投资活动的 楼市需求管理措施 即坊间俗称的辣椒 陈茂波指没有改变 我们必须优先满足本地市民的 自治居所需求 值得再次说明清楚的是 今次的微调不存在任何形式的 减压前奏或变奏 政府没有所谓减压的考虑 金管局调整物业按揭乘数的同时 按证公司亦相应调高最高按揭保险乘数 及适用的楼价上限 例如将适用百分之八十按揭的自用 住宅楼价范围 由一千一百二十五万至一千二百万元 调整为由一千一百二十五万至一千五百万元 长情见表 当证公司总裁李令祥表示 按保计划就已落成住宅物业作出修订 同时按证公司会为首次置业人士提供保费特位 以协助需要置业自用的人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赞 孟志娃 好的hd thoumit 俊娃